余华老师就是我的嘴皮吧 这是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 在我那个年轻的时候 说实话 你只要努力工作 你只要始终保持上进心的话 基本上就大部分人是能够得到回报的 现在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如果再有人来告诉你 你要努力工作 你要有上进心 你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 那也是鸡汤 那个已经不是事实了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